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大家好 我是冯光远 今天为您播报10月25日到10月31日的 给我报报14排行榜 首先是第8名 台湾黑熊出现在花莲县富里乡 永丰村的有机米田区是稻米 富里乡农会决定包下整块田 保证这个价格卖下本期的稻作 刻意不收割让这个黑熊吃个饱 那当然他现在最怕的就是黑熊假后多小伯 过两三天三进六卷都来了 然后是第7名 美国宣布外国人入境美国 必须完成两剂疫苗施打 高端疫苗不在美国认可的疫苗名单之中 就只好去欧洲玩了 幸好台湾现在跟欧洲的关系越来越好 这个超前部署 然后是第6名 国防部长邱国正勉力东沙守军 国使则国胜 要守军呢 与这个岛共存亡 以前呢义无义的这个最怕的就是金马奖 那现在呢 头奖要改成东沙奖 然后是第5名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 举行上任以后的第一次记者会 那这次记者会最重要的目的呢 就是让台湾人看看 一个从小吃莱猪 他是美国人嘛 国民党定义的这个毒猪 长大的这个美国人呢 其实他优秀到不行啊 接着是第4名 贱卖党产案 北院一审判马英九不罪 另外呢 前立委猜证员被控 侵占阿波罗公司资产这个案子呢 北院择依这个业务侵占罪呢 判猜证员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台湾人可以等 那反正现在马英九的这个眼袋呢 问题很大 给他多一点的时间处理他的这个眼袋 二审再讲了 接着是第3名 外交部长吴钊燮出访司务伐克 杰克 那国民党立委陈以兴呢 批评 缺席立院专案报告 是藐视国会 声称要杯葛预算 国民党的这个里长见不到立委 都已经大惊小怪了 如今立委见不到官员 那还得了啊 国民党人真的是很难伺候 接着是第二名 民进党主席 蔡英文与该党这个中职会 发表讲话 针对四大公投案 坚定表达四个不同意 那这让现场很多的绿营人士呢 想起求学的年代 就是平时不烧香 临时叉叉叉 接着是第一名 蔡英文总统接受CNN专访 首度证实美军在台湾协助训练国军 而且教的并不只是英文 OK 猜英文 他已经英文很厉害了 所以不必再教英文 所以这些美军教的绝对不只是英文而已 好 以上就是过去这个星期的 给我抱抱十四百万宝 我是逢光远 和我们下个星期再见